救命 站住小小子 把你站住 躲貓貓遊戲結束了 小朋友快出來吧 都看見你了 小朋友 別冷得睡啊 我已經把他們引開了你安全了 耍老子 哎 啊 哥 這這好像是余余佳的大小姐啊 沒錯你們敢 我管這是誰啊 連這小子一起賣了 上午給買家湊根女雙圈 走 走 放開我 放開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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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開我 放開我 不要跑了 你們放開他 哥 有 老公 有人來了 快掃掃掃掃掃掃 快掃掃掃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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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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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们掌握的线索有 六岁被拐卖 肩上有个不规则的胎记 圆明一圈签 可能是同音字 也有可能被拐卖后改名 请知情人士与陆氏集团联系 必有重赏 原来你就是陆氏集团在找的人 有了陆氏集团的offer 以后就能和芊芊一起工作了 我先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 婚礼按照余小姐的意思罢好了 好回家吧 芊芊 十七年前的事 我会用你生的补偿 芊芊 你怎么来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别来找我吗 我为什么不能来啊 我给你带了我老家新挖的红薯 你以前不是很爱吃的吗 行了行了 我不需要这些 你以后别来找我了 千万不能让陆氏集团发现我梦芊芊的事 也对 你现在和男朋友住在一起 我来也不合适 是啊 不过没事 我正好拿到了陆氏的offer 以后我们就能一起工作了 当我有了稳定的工作 我就能继续找我的亲生父母 不知道他们做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 你不能去陆氏集团 那里工资低福利又少 而且连无限一斤都不跟你交 我不让你去是为了你好 自从余小姐住进别处以来 还是第一次见到会客 姐姐 希望你能尽快从当年的音域 走出来 那里工资低 福利又少 而且连无限一斤都不跟你交 我不让你去 是为了你好 可是 但是我们不让我去 这就是一个女朋友 很老 自己去 那我上学 比务就不着 不是 阿 那个 我的 我 你 你 它 不是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正好我和阿姨一起做了点心 我们一起去吃吧 再一个危险啊 不想啊 你不是还有事吗 你说入职啊 我和路视的人约好了明天去 你要去路视工作 什么岗位 哦 这条手链 挺好 有点雨 倩倩 没事吧 去叫医生 是 我朋友还在呢 今天今天有点不舒服 你赶着再来喝了许酒吧 好 明天入职 郑琴琴 今晚我就让你吃不了都只走 哎红薯没拿 这么好的红薯我也吃不完 只能卖掉了 哎红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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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们二十五 我要他 见不到明天的太子 哎你可真会开玩笑 明天下雨 我们也去木招式吧 哈哈哈 交给我们 这事准臣 卖红薯 咋卖的哎两位先生 来红薯吗 这什么红薯啊 哥 这这还是个小美人啊这 小破 素台 好多段的你为什么让我查他呀 他的资料呢 啊 哈哈哈哈 我们在这里 出发一班了吧 哈哈哈哈 你是狗啊 哪都能上 大街 那我们在哪 你们也讨论他 吗 不要 主菜那不余孝季吗 孤晚的炉还在外面 啊啊阿婷 你怎么会在这 我路过呀 倒是你 我在家里好好休息 跑出来做什么 阿婷 我听说这个附近有野猫会抓人的 我们快回去 阿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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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貓錶子 慘了把老子的命根子毀了知道不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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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車 停車 這姑娘要死了 不管了找地方扔 誰這麼缺德任一滴也不收拾 停車 阿婷 阿婷 你为什么非要回来一趟呢 小姐 你看在这 没有看见正情相 没有啊 阿婷 你是不是看错了 是我多想了吗 好 阿婷 你和郑琴琴 是不是以前就认识 我们不认识 但他那条手链 我要在哪见过 手链 在找什么 可算是找到了 这可是我亲生父母 留给我的唯一念想 一定不能丢 那你帮我留下 他竟然记得手链 难道我还要去死人手上把东西 阿婷 我真的好冷啊 我们回座吧 正行的资料 怎么没有六岁以前的 没有吗 奇怪 他好像凭空出现这个村子里啊 凭空出现 哦对了 这这还是所有附上的资料 没有信誉的附上 他的家人可能一时半会找不到了 哥 这这好像是瑜珈的大小姐 没错 你们赶 同一的姓氏 也没有吗 都沒有總裁 如果找不到他家人 下個月你還會跟他結婚嗎 不見了 屍體還能自己跑了不成 可能被垃圾車運走了吧 我要他手上的那條手臂 不論用什麼手段都給我找過來 我們只做活人生意 那死人不在我義務範圍內啊 十萬塊 等著 你還給我種麻煩 什麼麻煩啊 沒什麼麻煩 你聽錯了 準備好了就走吧 還要去醫院做提前 哥 按經濟公署的位置啊 人就在這個病房裡 走 哥 這人連氣都不穿了 這到底是死手了 這個 死我了 拿完 就趕緊走 回去 你这是纹身 不仔细看还以为是 太近呢 别的小姑娘都纹个字母啥的 你这种我还是头一次见 这可是我的幸运图 对了 听说下个月你和陆总就要结婚了 恭喜了陆太太 郑勤勤 你真是没有富贵名 要不然六岁你 也不会被拐卖到我们村了 人找着了 来拿手链 看在一起长大的份上 我会亲手安藏 至于陆太太 我就帮你当了 东西呢 东西就在这里了 你自己爸爸 这姑娘太吓人了 死了要什么 死了还这么大劲 我呀 啊 没死啊 亲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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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既然是好朋友那就别找麻烦 赶紧去死吧 晴晴你没事吧 啊别吓我 晴晴 怎么不接电话呀 她这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是刚刚听到呼救声才进来的 晴晴 在我进来之前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啊 慢点 别碰我 刚才想抢我手链的是芊芊吗 她为什么这么做 被欺负 难道左眼真的是她 那芊芊左腕 晴晴 你伤得严不严重 我去帮你叫医生啊 你这是 谢谢 谢谢 你天哪 你怎么伤得这么严重啊 你好好在这里休息 哪也别去啊 我要去陆氏集团入职呢 那边已经在催了 你现在好好休息吧 入职手续 我让人给你来 阿婷是陆氏集团的总裁 这家医院 也是陆家的产业 你就安心在这里治疗 不用担心药费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受伤 你都快心疼死了 应该是我多想了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他怎么会害我 我自己去找护士处理一下伤后会更快 你别担心 陆总 陆总 谢谢你 他那里和亲近的台机有点像 阿婷 我们体肩也做完了回家吧 院的血库更新了 快就能通过训言对比找到你的亲人了 我们现在先等来谢谢 谢谢啊 哦现在医院里有寻期活动 采许已经能找到家人很快的 我可以试试吗 爸爸妈妈 我还能找到你 老太太 我们靠胎记找小姐找了这么多年 万一她把胎记去了呢 前姐手上有我们瑜伽祖传的手链 这才是关键 快不得之前那么多冒生小姐的人 都能被你一言识破 莫老太太 您今天来的可真巧 今天医院有寻亲活动 所以您呐 来的早不如来的巧 今天排队的人多 你有可能要等很多个小时才有结果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活动啊 说是 陆太太从小被拐卖 陆总想让陆太太找到自己的家人 所以才让医院这么做的 陆 陆婷 是的呀 等陆太太找到了家人 医院这种活动就结束了 陆太太 是千千吗 可是她什么时候被拐卖了 喂 我真的很需要趁烦工作 你等等我我马上报到 很快就有结果别走 我把你来拿 嗯麻烦让一下 啊 谢谢 刚才那姑娘 怎么跟我儿媳妇长得一模一样的 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是啊 坑了一下 我还真以为是少夫人在眼前呢 真的是太像了 快去追 我要认识这个孩子快 哎哎哎哎好 院的血库更新了 很快就能通过训言对比 找到你的亲人了 我们在那些等待下结果 好好的做什么训言比对 要是查出来老家的爸妈就穿帮了 姐姐 老初若不是你救我 你也不会被人犯子快走 是我对不起你 没事 都是上天给我们的缘分 谁 应该是一个要气血 你先去开车 我一会儿去拿报告 行 快去把你给我处理掉 路总走 你为什么这样去公司啊 我等会儿都去买 你昨晚是不是在 你昨晚是不是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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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路总 啊 虎颗 马上就安全了 他是不是怕黑啊 哎路总我先出去了 为什么这个感觉好亲切 总裁 刚才电梯喊出故障了 您没事吧 没事 我记得正行的资料上控了六年 是的 他既没有出声证明 六岁前也没有上户口 是挺奇怪的 莫非 他也是六岁被拐卖到村子里的 怎么办 我的血绝对不能被露到医院血部 等等 张晴晴已经猜血 万一他先在这里找到了家人 先帮我猜血再走 陆太太你刚才体检没有抽血吗 我让你抽就抽 别忘了这家医院姓什么 这是废话 真是 现在的孩子 老太太 老太太您也别心急 等DNA数据一出来 我们第一时间通知您 哎 找了前前这么多年 我有耐心 那老太婆也在找人 是的 莫老太太有一个孙女 很小的时候被人贩子拐卖了 陆太太 您和老太太的孙女同名 而且您也在找家人 你们是不是 哎 我可是出身名闻 不是什么死老太婆都能占上病 嗯 莫老太太可是全市首富豪门中的豪门 全市首富 正寝静的家事能有这么好的 陆太太 我先帮您抽血 匹配一下DNA就知道了 天哪 这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吗 不是我 你的意思是我 弄得血糊自拉的恶心死了 熊市首富 我要去查查 他们是不是在找真情 不是的 你听我解释 怎么办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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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练呢 小美女 行别走啊 我们早已还有点事啊啊 开门 救命 救命 给我 给我出去 干嘛 啊啊啊啊 哎 你我想想做你哎呀 這群頭是嗯 可你們根本就不認識 為什麼這樣就我不報 啊 別打了 再說弄出血了不好說是 是 你 是小時候管賣我的人 你在最早之前的父母 務必殺前他六歲以前的事 任何駐司馬戒都不能跑過 是祖才 放開我 你用本子 放開我 你用本子 起床 哎你們是誰 這是木家的醫院 看在這裡撒野 你又是誰呀 這可是有這野獸 炸炸 你少管閒事啊 否則我讓你吃不了多久 在我的地盤上 能做這種見不得人的勾搭 知道我去 咱是不是想做人了不管了 你少在這兒撞著火 僅僅不吃吃法酒 別怪我刀下無情 不來了 那姑娘一轉眼就不見了 被瞎了 淺淺是六歲被拐走的 現在二十三了 那個姑娘看起來就是這般年紀 我會盡力去查的 那 是不是有什麼聲音 阿力還不快去 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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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婷 你說 他說的高雄快給他處理 你說 阿婷你們你們 正經受傷了 他們光天化日 竟敢遲到上人 簡直無法污點 竟然被陸婷撞見了 兩個成事不足 敗事有餘的蠢蛋 你聽見了吧 啊 我要去報警 啊 千萬不能讓他們做夢 萬一把我抓出來就前功盡器了 小姑娘还好吗 老太太 这小姑娘和娜娜 确有想象之处 老太太 你们认识 她和我一位固人很像 她叫什么名字 郑晴晴 把衣服拦了 我包扎一下 你们是 她是我关系的朋友 我不方便 护身 您来吧 我朋友 我把衣服拦了 你出来了 非常好 不错 是 我把衣服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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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把衣服拦了 穆奶奶 你的肩膀上怎么了 琴琴 琴琴你没事吧 吓死我了 我没事 琴琴 你们是那两个人吗 快告诉我 是谁这么嚣张 敢欺负我于芊芊的姐妹 我让他们吃不了蹲着走 于芊芊 于芊芊 您是 你和我孙女同名啊 她要是在 也应该伸得这么大了 老太太 那两个人交给警察了吗 老太太 闹得适合您群伸而退 路氏集团的陆总 他就是陆婷 你最好别和他们走得太近 为什么这么说 陆总刚才还救了我 千千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他们都很好 你和陆家是世交吗 方便问你一下 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吗 我的父母 我 我的家庭很穷 父母都是农民 一直务农 千千出世的时候 也有六岁了 不应该对父母 一点印象都没有 你也是个苦命的孩子 虽没见过亲生父母 但养父母一直将我视如己出 我已经很知足了 小姑娘 我们认识也算是个缘分 以后啊 你有事 可以到盛世集团找我 这个名字 盛世集团 盛世集团 慕奶奶 都好熟悉 都好熟悉 你怎么了 啊 丁丁 丁丁丁 妹妹 奶奶 院的结果全部给我掉出来 阿婷啊 没事吧 我以为你只会关心郑琴琴 还会关心我 她是为了我才受的伤 何况还是在陆家的医院里 要真要凶手跑了 陆家的面子往哪放啊 要真给你查出来 我就来了 阿婷 我只是不希望你被她骗了 骗 怎么可能会骗 她不是你最好的鬼吗 你不了解她 她从小就见不得我好 抢我的吃的穿的 其实她欺负我不要紧 可是她现在费心心机的 想要接近你 我害怕你被她骗走了 怎么会呢 我就是因为她是你好朋友 才来不及步她 她从小欺负你 她连我母亲 唯一留给我的那条手链 都要抢走 这是你的手链 对 就是这个 这个手链也不值钱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一定要抢走 我本意 和你在一起之后 就能够远离她 可是没错 她还是会追过来 在你面前装成好人的样子 我真的不知道 那你想要干什么 我没想到她是 这种两面三刀的女人 走 我带你去找她 是 是 奶奶 是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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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奶奶 这个请教 穆奶奶呢 认得这个东西吗 这是我的手链 这是千千的手链 你据为己有也就算了 还敢大淹不惭的骗人 这是我的东西 我从小就带着的 又在骗人 千千小时候救过的时候 带的正是这条手链 你骗得了别人 但你骗不了我 你不知道这条手链 对于我来说的意义 以前是我抢不过你 现在我不会再忍让你了 以后千千有我罩着 你别想再欺负她 可这是我爸妈留给我的东西 够了 这下演到什么时候 你到了什么好处 我没有我没有演戏 我说的都是实话 那你为什么 要串通那两个打手 陪你演戏 打手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 那这是 那女的要是被一刀捅死了 谁给我们付钱啊 那一刀就是情商而已 演戏嘛 没必要打上性命 那等他打上了陆婷 我们就有钱了 哈哈哈哈 张千千 如果不是听到这段话 我还真不知道你是这样的人 你处心积虑的接近我 就是为了得到我的钱 我没有 本来还想看在千千的面子上 好好照顾 没想到你的真实面 如此的照顾 我 胡下去 还好我早有准备 解决了正经济 只要我在和盛氏集团 那个老太婆相认了 你别碰我 余琴姐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我总是吧 以前你是怎么对千千的 因为在你身上 我就一一抱怀 抱怀 你别碰我 你别碰我 我把你把你死掉 我把你死掉 他 他 这些年就是苦的 没想到 连你最好的朋友 欺骗你 我说回去不要急 重要的是你能好好 没想到这么多年 还是你在忙 我 向千千道歉 保证以后不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可以寄往不求 我不道歉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那件事和我无关 看来千千说的没错 就是个花言巧语的骗子 到现在了还在胡说八道 啊 向千千跪下道歉 爸 画给他 穆奶奶 小姑娘的伤刚包装好 陆总就对自己的救命恩人 翻脸不认了 老人家 这是陆某私事 你没什么用啊 我今天还就管定了 怎么 你也想叫保安把我赶出去 既然你不识趣的话 那就休怪我无理了 保安 送客 亏你们还是生理场上的人 连穆老太太都不认识 事关千千跟陆家融赎 无论是谁 一律不会放过 莫老太太 您没事吧 你这个逆子 这是 盛氏集团的莫老太太 她可是董事长 她就是还是首富 莫英 陆氏的家教如此 我今天也做见识了 莫老太太 犬子无知冲撞了你 还请您多多海涵 不过您隐退多年 年轻人眼拙辨认不出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哦 你的意思是和 她可以欺负这样 无权无事的小姑娘了 莫老太太 郑晴晴的事情说来话长 她也绝不是 您心里想的那种人 我 盛氏集团和陆氏可有合作 目前 有一个两个亿的项目 正在推进 停了吧 是 盛氏集团 不可这种品行不端的人 合作 穆老太太这 请进 我们去看医生 都是你干的好事 今天要是盛氏集团的合作挽回不了 你也别回家了 都怪那个郑晴晴 不知道又在穆老太太面前演了什么戏 既然能盛氏集团做靠审 就当华贤认清了一个人 以后不再搭理他便是 我去接个电话 查到了 任心的关键是太极和熟练 真的想 绝对做不了 问的是他瑜伽做了十几年的老友人 这刀伤的位置要当心老 如果再撕裂 会留下疤痕 好孩子 你受委屈了 没关系穆楠楠 谢谢你 也不知道这露婷发什么疯 走之前 还说去调查凶手 结果这凶手没找到 反倒把你这个受害者打了一顿 我真正想不明白的是千千 她为什么要在露婷面前说那些话 录音又是哪来的 清清 你一个人在这城市无依无靠的 不如去我那住吧 我老太婆也算找人做做伴 正好你也痒痒伤 可是我 哎 说什么感激都是假的 连过来陪我住段时间都不愿意 谢谢穆奶奶 我要去 要是晴晴是我的亲孙女就好了 穆奶奶 要是我的亲奶奶该有多好 哎呦 这是 这是我爸爸妈妈留给我的 谁都不能抢走 我好像认识这条手链 你给我仔细看看 有的 我才能找到爸爸妈妈 一定不能听我 你是 我从小就被人半死拐走的 好不容易才能来到大城市去找些人 这条手链就是证据 哦小姐我们想看看你的肩膀 对对 有没有一块胎肌 倩倩 你是倩倩 你是倩倩 我是奶奶呀 你不认识了 奶奶 是 你是云霞的独妙儿 我的七孙女 阿琳快 这些都是你小时候的照片 你看 小时候的照片 你看 小时候的照片 你看 我喜欢的 喜不喜欢呀 哎小姐 这 这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奶奶 我终于找到你了 奶奶 我终于找到你了 奶奶 我终于找到你了 好孙女 对不起 奶奶 让你受苦了 这是 哎 清清啊 这是奶奶十三多年的孙女 刚好 你们也认识 也许 你得结束于爱的问吧 孙女 你家人 不是在乡下吗 其实 我是没有孙女收养 直到这个消息之后 我也很自卑 没有跟从任何人 可我也是被收养的 全村民都知道 是奶奶不好 从您好 奶奶会补偿你的 原来 我怎么想不起来爸爸妈妈的样子呢 晴晴小姐 你怎么了 走 跟奶奶回家 晴晴也一起 刚才我说的都算数 既然要晴晴陪你 那我就不去了 是啊奶奶 晴晴她一会儿还有事 晴晴小姐要养伤 况且我们已经安排好了 她去瑜伽 没错 奶奶今天高兴 你们 谁也不许扫兴啊 谢谢奶奶 走 啊 晴晴小姐啊 哈哈 来喽啊 老太太您回来了 妈 这就是芊芊 芊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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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这是谁吗 好多事情 我都不记得了 这是从小 带你的保姆 一直在等你回家 是啊小姐 您一直都叫我王妈 王妈 晴晴就住在芊芊隔壁的房间 阿里 带客人上楼 好 晴晴小姐 请跟我来 好 老太太 先进来吧 晴晴小姐 那是晴晴小姐的房间 你住这里 妈 我对这里好熟悉 以前来过 什么 我好像来过这里 你来过 嗯 少爷和少夫人热情好客 很多朋友都是做上宾 说不定小姐和家人来过 是吗 可是我们家一直生活在乡下 除非是我被拐卖之前 可是那个 这个木雕是少爷的朋友送的 那少爷和少奶奶在这里住吗 他们 他们 不在了 晴晴小姐走丢的那年 他们追尾 出了车祸 晴晴小姐 怎么了 我知道 哎呀我扶你进去休息 休息 死了 爸爸妈妈 我可怜的孩子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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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还担心怎么糊弄这家子 没想到只是个老太宝 这是老天的小宝 乖 乖孙女儿 你现在好好的 他们也就安心了 改天 奶奶给你开个欢迎会 庆祝你回家 从此以后 我就是真正的于浅浅了 老太太 您今天要在欢迎会上 宣布千千小姐的身份吗 正有此意 可是您和她 还没有做血缘鉴定 是我高兴过头 忘记了关键证据 你尽快去办 是 穆奶奶 清清 你这些天还好吗 嗯 很好 谢谢您收留我 我是看 你长得和我的儿媳妇 有几分相像 你又是千千的好朋友 这缘分十分难得 穆奶奶 我听说 余先生和太太 经常会宴请宾客 这些宾客 都是些什么人啊 也就是一些亲朋好友 你为什么问这个呀 如果我把拐卖的事情 告诉穆奶奶 她应该会帮我找线索吧 因为我想找人 找人 找什么人 你说给我听听 我让人帮你去找 奶奶 我穿这身礼服好看吗 好看好看 我们千千呢 穿什么都好看 奶奶 那我一会儿就穿这身衣服去回客 太好了 让客人们都看看我们家千千呢 你就是亭亭玉丽的大姑娘了 哎哟 千千啊 你一会儿就穿这件衣服回客呀 千千 你带她去换套和身的衣服 一会儿我们欢迎会上见 走吧 走 这都几天了 还在这死皮赖领的呆着 你赶紧给我搬走 余千千 你到底是怎么了 以前你根本不是这样的 我是全国首富的孙女 一个乡下人 别用旧情告白 对 不是乡下人 那你不也是从乡下来的 况且我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大小姐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那天 是阿亭冲动了 我没拦住 我知道你在怪我 但是你不能胡说啊 奶奶是盛世集团的董事长 你不信我说的 总要信她说的 那手链呢 你为什么抢我的东西 还在乐总面前胡说 既然我们做不成朋友 那就把手链还给我 从此以后 我不互不相干 这手链是我 你休息吧 这手链对我很重要 那不会手链 我是不会走的 小姐 欢迎会开始了 老师太叫您过去 你来得正好 带琴琴去换身礼服吧 今天是大日子 你最好别扫奶奶的心 小姐请跟我来 既然我赶不走 既然我赶不走 就让你亲手把你丢出来 这身根本不能看 郑琴琴是我的朋友 你让她穿这种丑东西 想要丢谁的脸 可是客房里只有这一套礼服了 你不会去我的房间找吗 真没眼睛 对不起 我这就带琴琴琴小姐去换 这房间里也只有这一件了 怎么办 她会不会还骂我呀 这件衣服很漂亮 她不会为难你的 要是你是我们的小姐就好了 为什么这么说 女小姐住进来这两天啊 这也不顺心 那也不如意的 都拉过我们好多回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难伺候的人 这还没正式认祖归宗呢 就这样 以后我们可惨 好了 小姐 你去参加聚会吧 听说陆氏集团的大少爷也会来 你这么漂亮 他一定会看到你的 噓 陆婷和于谦谦是一对 他们两个的事情不能说的 陆总 你怎么在这儿 陆婷和于谦谦是一对 他们两个人的事情不能说的 陆总 你怎么在这儿 我还以为被听到了呢 走吧 说 你干嘛躲着他们了 你觉得千千 是个怎么样的人啊 我怎么能说 要你说你就说 我跟他接触不多 但是做饭了阿姨说 余香姐嘴雕不好伺候 如果您是千亿大小姐 这经过点也正常 我 我是这么跟阿姨说的 他啥意思啊 想分手了 穆奶奶 这是我孙女 千亿的好朋友晴晴 你今天就敞开了玩 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 奶奶 奶奶 我的项链不见了 奶奶 我的项链不见了 急什么 项链不见了 奶奶再给你买一条就是 那不是普通的项链 是妈妈的遗物 您昨天给我的 什么 怎么办 那是妈妈留给我唯一的念想 阿琳 快找人去找 是 我已经让人找过了 哪里都没有 我清楚的记得 我把他放在了房间 然后出来和客人打了个招呼 等我再回去的时候就不翼而飞了 就在房间里 会不会是被人偷走了 在项链没找到之前 任何人都不许离开 阿琳 去吧 监控 是 我已经查过监控了 但是 吞吞吐吐吐的 别怕 无论是谁 奶奶一定严厉惩罚 奶奶 是 琴琴 她进过我的房间 琴琴 琴琴 你会不会是看错了 我没见过项链 吕浅浅 你别误赖人 奶奶 我和琴琴 琴同姐妹 可是艰苦 她明明白白的 这还不简单 搜她的身 我就好了 对啊 搜搜就知道了 我真的没有拿奶奶 她可以替我作证 她和我一起换了衣服 杀了我们 小红 你过来说 琴琴小姐 确实进过房间 你可知发生过什么事 进房间后 她让我把琴琴小姐 最喜欢的衣服给她穿 我不同意 她说 她和琴琴小姐 是最好的朋友 琴琴小姐的一切 都应该是她的 然后 然后 然后她看见桌上的项链 二伙伯说 揣进了自己口袋里 你怎么 项链就在她身上 我可以搜出来 别碰我 老太太 项链就在她身上 她在撒谎 老口袋 给大家看看不就行了 对啊 哎呀 就知道是谁的大伙 琴琴 此事事关重大 我们必须调查清楚 穆奶奶 我真的没有拿过项链 你相信我 阿黎 小姐 定住了 还真是她呀 刚才今天小姐还一直在维护她呢 没想到不是的 这件衣服是倩倩的裙子 我不知道里面有项链 秦婷 在你身上 你怎么解释 奶奶 这件衣服是倩倩的衣服 我们都不知道里面有项链 倩倩 我虽然和你情同情 我也跟庸人说过 我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 可这家家里是我妈妈的义物 你怎么可以偷偷拿走 我 不问自哪 便是偷 勤勤 我对你 太失望了 小姐 你认得错 老太太昆蓉 会原谅你的 我不认想错 你们 也别人 这么勤奏 我好想让你留在这 你就干出这种勾当 姐姐是我孙女 康康瑜伽千金 你竟然当众污蔑 我真是看错人了 奶奶 这其中肯定有误会 你在 什么误会 忍证无证拒绝 我没报警 已经忍着忍着心了 阿玲 把他给我打出去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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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奶奶 奶奶 啊 她没骗人 她没骗人 刚才我去房间找情心 看见郑情心 正在和你们交流 她的口吻 不像你用说的这般恶劣 三个 没错 我明明对你好声好气 你为什么要污蔑我 一会儿你就在大家面前 按照这个说 真相机她没 你要是 敢说错一个字 我就把你感受一下 记住你 小姐 我就说 前进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一定是你 一定是你 自导自演 然后再叫宪汉 小红来家里两年了 一直为人老实 怎么会忽然诬陷人呢 不会是有人教唆吧 那阿玲小姐的意思 我才是幕后主使了 我没这么说 小红 你自己说 到底怎么回事 家丑不可外扬 这件事情 我们不如就私下解决 我也不想惹了大家的兴致 韬窃是想 但这事不查清楚 我们的客人也不安心呐 对呀 万一偷我们的东西怎么办啊 对呀 不会有偷了我们的吧 大家说的也对 王妈 把他带下去 不但要搜他的身 还要搜他的房间 看看 他有没有偷其他的东西 你愣着看什么 还不快去 是 到现在还不交代是谁教唆的 那就打到他交代为止 王天太 王天太 清清 不好意思 刚刚都是误会 谢谢你卢总 该死 被露婷撞手 清清小姐 对不起 我好像害你伤口出血了 我们去处理一下吧 吴奶奶 记得回来 老太的心里有亏 更不会赶他走 真是个麻烦劲 现在刚才表面是追查女佣 实际到小时帮她开脱 难道这件事 和她有亏 你和陆总 陆婷 奶奶 正式和您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的男朋友 陆氏集团的总裁 陆婷 沐奶奶 说 说什么 结婚啊 你准备了这么久 你不和奶奶说 奶奶怎么知道吗 你们准备结婚 你们准备结婚 奶奶 我和陆婷是真心相爱的 我和签倩说句话 你 我去拿饮料 你们先聊 陆婷 倩倩 你不能嫁给陆婷 你还有门娃娃亲 能和于家定娃娃亲 想必这个人的家族实力也不错 嫁给他和嫁给陆婷没什么距离 可是 可是 这门娃娃亲 是我和她的奶奶定下的 原来啊 她奶奶 是于家的佣人 佣人 是啊 这些年来 两家亲如兄弟 佣人的孩子有什么资格娶我 仗着主人家是豪门就想攀高枝 我呸 现在 他们家 也算好生活了 奶奶 我已经认定了陆婷 我才不认什么娃娃亲 哎 这海 也罢 这娃娃亲 如今身家轻易 未必瞧得上小小瑜家 我 是千千小姐让你来找我的吧 反正我要被开除了 你们说什么我都是不会信的 这件事和千千有关 她让你做了什么 果然是千千自己 阿婷 我找了你好久 阿婷 你们 在干什么 看见她哭了 所以说了她几句 你好好接受调查就好 你好好接受调查就好 不要做做其他的事 阿婷 我累了 所以我给房间休息好吧 好 好 只要把生命煮成熟饭 老太太只能同意我们结婚了 这要把生命煮成熟饭 咱们 嗯 嗯 嗯 不停哦 我们就要结婚了 你想不想 浅浅来一下 姐姐 奶奶找你呢 你先去看看吧 陆婷那你可要乖乖在这里等我 哪儿也不许去 不然我可是会生气的 你应该这么说 什么 就一本天 时间这么晚了 我送您到房间 你别出声 你干嘛 你干嘛 你放开我 臭流氓 车子都还在 人能去哪里 快点给我找 救我 请请小姐 你的伤口该换药了 我把医生带来了 请请小姐 你在里边吗 不说话 我们进来了 不好意思 我刚才有事 没听见 这是瑜伽的家庭医生 来给你换药 不用 不用换药 你们先走吧 真的没事 有需要我在找你吗 你 这是 没事没事 这么晚了 我也需要休息了 好吧 你 别打碌 你 没事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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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 没 没 嗯 啊 这是我的房间 你出去 这里 我想进就进 你现在是进来一下 主人将 小心了就进来 陆总 你还在吗 陆总 人都走了你起来吧 嗯 是不是发烧了呀 他怎么样 他没事 只要不做 不做其他的事情 多喝水 就能解药 那就好 为了相信这么年轻有为 小姑娘把这不住烟饭供着 只不过有时候要注意方式方法 什么 不是的 我 他 我 哎 医生 有件事情 有 能不能 帮我瞒着点 您就说来帮我换药 行吗 我们一向保护客人隐私 您放心 谢谢 你可不如是 你还要帮我换药 你只要帮我换药 你只要帮我换药 啊 你 你还知道我是谁吗 去赶索打电话让他把车开走 因为钱你找到我 你不走了 我怎么走 你有他联系方式 在骨头里 你不能自己拿吗 再另一遍 再另一遍 医生说 要多喝点水才会没事 医生还说了 你们要注意方式方法 以后别乱吃药了 正清静 小声音 听见 如果正清静是 潘云服侍的女人 现在是她最好的机会 那她为什么 我来说 伤口没换药会有什么事吗 怎么我的更大了 伤口没换药会有什么事吗 怎么我的更大了 我前来 张琴姐 住手 陆琴 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快结婚了 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 真的 不关她的事 你们 你们还跟着一场一鹤 昨天你做了什么 你心里最惊讶 陆琴 你 阿婷 阿婷 我還沒有不高興的你怎麼生氣了 我跟他 什麼都沒發生 但是 你以後別這麼做了 我不喜歡 阿婷哥哥 我這麼做是因為我們在一起這麼久了 我想 陸婷這麼早就在這裡 難道昨晚根本沒走 那 阿婷哥哥 你是不是不喜歡我了 琴琴小姐對我很好 可是我也不想被余小姐趕出這裡 沒想到現在 誰都不再見我 余小姐根本就是個滿嘴話話的自私鬼 根本就不可惜 你 你一定是鄭琴琴那個狐狸精把你的魂都都走了 是不是 姐姐你就是不玩我 阿婷哥哥 你不會上當的對不對 啊 對不起 佳佳 你讓我靜一靜 阿婷 我不就審婉靠 喬 我生氣你是個不是 你 好 我主要走 visibility 太少了 差不多 不過去 然後 還有 啊 已經叫醫生了 陸總放心 吳麗金 余漸漸 別亂說話 你還當著我的邊關心 誰敢是你的未婚期 來人 送他 余漸漸 原來你兜了這麼一個圈子 就是為了趕我走 一大早 在這開什麼會啊 老太太 這麼早 她就來找你 是不是聽到娃娃親心急了 娃娃親 奶奶 您說什麼呢 是陸婷 昨晚沒走 以前沒發現 姐姐說話 只會容易讓人誤會 是陸婷 正清清也不是親屬的那種人 這到底 呃穆奶奶 我身體不太舒服 早餐就不和你一起吃了 好 我叫人送去房間給你 謝謝 老太太 那我先送去 哎呦姐姐 女孩子 還是矜持些好 寶貝 走到媽媽這裡來 這上面好像有人 應該是少夫人的錄音 你可以上去看看 你出去吧 這些都是少爺少夫人的遺物 我們每個月都會打理的 祝你生日快樂 啊 啊 趴上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哎呦沒事吧 沒事吧 哎呦很疼怕 都怪我 是有點頭疼 但我好像不是被砸的 你這還生著病 我這毛手毛腳的 哎呦 沒事 這些 這些都是與其那小時候的照片 少爺和少夫人喜歡拍照 也會給小姐拍 哎呦 怎麼了 啊 這個是千年小姐從書生就帶的才進 你 漸漸 身上也有折扣 哦 你們是好朋友應該見過吧 漸漸 是六歲被拐了 對 六歲生日剛過不久 就發生了 請進進進 哎呦 天啊 啊醫生 醫生 媽媽 我終於見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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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把男人离开了 你安静了 陆婷 晴晴小姐 听说你发了高烧 现在怎么样啊 对不起 我应该让你好好休息 不应该让你去书房 奶奶 不好想你啊奶奶 这怎么了 奶奶 爸爸妈妈生 是我害的 想他们了 没事没事啊 等我们病好了就回家 回家就能看见他们了 不是呢 如果我不乱抱的话 他们就不会 都怪我 不怪你不怪你啊 只要你好好的 你爸妈就高兴 不是呢 奶奶 请请 请请 你这是干什么 奶奶 他根本就不是奶奶 您身体也不好 万一被传染了怎么办 先让安利带您出去吧 嗯啊 奶奶我才是天琴 奶奶奶我是天琴 我是天琴 奶奶 我是天琴 老太太 天琴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奶奶奶 天琴 奶奶公司有点事 你招呼好情境啊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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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鄭晴晴 什麼瘋啊 你冒充我 你在說什麼我聽不懂 你冒充我的身世騙了所有人 我看你真是少傻 我你幹什麼你 鄭晴晴你大叔快聽了 難怪你非要趕我走 只要我離開這裡 你就吵了真的余淺淺了 我看你是真的瘋了 我要把你送去金氏碧月 我要去找奶奶介紹你這個賣男戶 過去有多少人都冒充實的人 你以為你長張嘴 就能變成瑜伽的女人 大小姐嗎 想要去給奶奶看胎記可以啊 但是你要小心 到時候被打斷丟出去 是你還是我 那說的沒錯 這樣太衝動了 奶奶可能不會相信 會應該找更有力的證據 好聽啊 好聽啊 我不會相信 來啊 好聽啊 你沒事吧 快給我點水 現在用人過去不知道你有這個創傷後 應急障礙 所以才過來等 回頭我讓我家好好培訓 你本身體怎麼樣了 好 婚禮兄姐還沒有發 我給拿下來了 這件事沒有人知道 特別是瑜伽和余小姐 好 沒有聲張 余小姐是瑜伽唯一的繼承人 和她結婚有力無必 你為什麼突然取消婚禮啊 她的身份不會影響對她的感情 我好像看錯了人 好 妳先讓對她啊 好 好 好 我先讓我先讓她 真是的 這是一件 對啊 他每個人都沒有 是 沒想到他竟然是這樣的人 既然你已经找到了家人 结婚也不是保证的名义方式 算了 孙才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我之前没有多想 现在想想没有那么简单 林小姐的账方突然多了一笔 失望和讨论自出 出口方看起来挺奇怪 路总 你待会跟于小姐说分手的事 温柔点 于小姐现在是少妇的前进 你一期望 就能让咱们录是凉凉 油嘴滑舌 那以外的事情都记住了 我现在去医院 把你的监控调整 希望把那两个男人掌握自己 就在这儿吧 在这晒一会儿太阳 好的 老太太 这是早上医生送来的检测报告 说是要您亲自拆封 待会儿路亭登门拜访 一会儿来了 就让她到这儿来 好 奶奶 奶奶 奶奶你在看什么 自己看 这肯定是假的 肯定是有人他想要诬陷我 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 这是我的新衣服亲自送来 绝我差池 奶奶 我是不会骗人的 肯定肯定是有人他从中错误 想要诬陷我再将我 奶奶 我们两个好不容易再团聚 不要被那些居心不良的人 他从中错误 就把他把他担担了故事 和你赢一刀 你让我说你这么好 我就再信一回 跟我去医院 我们去个化验 看看 陆婷啊 陆婷娱我喝的 你让我去医院化验 便坐实了这顶铁之罪 走去医院 去医院 你给我去医院 你给我去医院 放开 你给我去医院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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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去医院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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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你可不要怪我 要怪 只能怪你们家没有一个好命鬼 那么我们能够带我 会在这个地方 有了 我可以带我 你还可以带我 我可以带我 你还可以带我 我可以带我 你还可以带我 你还可以带我 我可以带我带我 你还可以带我带我 没事 怎么了 这次事出意外 现场有没有监控 我想问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我去的时候木耳太太已经落水了 没来来急可接触周围 木耳太太行动不方便 是不是轮椅坏了自己滑上去的 已经有人在检查轮椅了 我先换衣服 你不能进去 正亲戚 你是什么东西竟然敢拦我 终于让你逮到机会了 上赶先殷勤是吧 于千千你胡说 这是我奶奶 让不到你关心 给我滚掉去 给我滚掉去 陆总 我刚刚太着急了 语气不好 不是来关心奶奶的吗 花时间在她身上做什么 陆婷 我听说是你跳水旧的奶奶 你没事吧 我没弄脆弱 于千千 调查结果出来了吧 我已经让人去调查 等一会就能拿到结果 你让家属去签字 我带你去 要是老太婆醒了我就完了 得赶紧去看看 我 怎么办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还欠我一个人情 你想我怎么还 阿黎助理出差了 这里没人能帮我 只剩 我想借用你的资源 亲自查这件事 请你说他会查 我不信任他 相信 你也是吧 郑小姐 郑小姐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可不是要挑拨你们的关系啊 总之 你愿意帮助我吗 郑晴晴为什么会怀疑于千千加害老太太 难道 他们之间有什么秘密 算了 我找别人 站住 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你知道你说这些话 会对千千造成什么影响吗 现场的所有人都会被怀疑 所有人都是嫌疑人 我也是我们都是 余千千她更可以 你就这么相信这不是一场意外吗 我只是不信任余千千 你也不信任余千千 他做了什么 他 还不想太远 我不用千千作为筹码 来还这个人情的 他是我女朋友 不想诺文口识 那他要是真做了什么 牵连了你呢 那是我实人不清的后果 我承担得起 那咱们走直瞧 我承担你 千千是穆老太太的亲孙 按理说最不可能伤害老太太的人 就是她 可正情你这意思 我是欧婷 之前我的未婚妻于千千 在你医院抽过血 把她和穆老太太的血缘报告发给我 尽快 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如果说意外的话 要再等你几个小时 莫老太太年纪大了 刘晓曼 奶奶 奶奶 我得找机会把氧气罐拔了 还有这个麻烦金要处 你来干什么呀 我跟你说话呢 你什么态度 奶奶还在休息啊 我不想和你吵架 是奶奶的亲孙女又怎么样 她的遗产 你一分钱也拿不到 你说 你在这里 装什么好人啊 果然是你 是你害的奶奶 我可没有这么说 我怎么会害奶奶呢 我还是指望着 奶奶能快点醒过来 把盛世集团做大作强 让我来继承了 于千千 你不要脸 要么拿出证据 要么闭嘴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听你的情况 你刚刚对我说的话 敢不敢和陆总再说一次 我明明 我明明 连谁都要关心那女 亲亲就是我没有照顾好 我不过是为自己解释几句 我说什么了 除了我不会有人怀疑于心情 要是我能找到证据就好 亲亲 你要是看不惯我 就先回家去 等奶奶好了 再来探望也是一样的 我不走 要走也是你走 罗婷 你看他 要不我找护士来照顾 你们先回家 对 奶奶也需要休息 正好 我回去找证据 既然老太婆一时问会儿醒不来 我可以去找个帮手 好 你看我干什么 你还不满意啊 你先走 谢谢啊 那你查的监控怎么样了 哦 我去看看他们修复好美 送你回家 不行 不行 让于千千知道又要找我买饭了 好 那我先走了 洛总 王妈 哎 你怎么来了 阿黎回来了吗 哦 她去千千小姐的养父母那里了 那边交通不方便 不过她已经往回赶了 晚些时候应该会到的 她 找他们做什么 这不老太太吗 说是要把这户好人家接到城里来当面感谢 多亏了他们 咱们千千小姐才能平安长大 老太太今天怎么样 医生说 还要几个小时才能行 正好你来了 照顾她 好 我带了鸡汤 老太太醒了就能喝了 这是 啊 这是千千小姐的手链 不知道怎么掉了 我拿过来给她 你在哪边捡到的 就池塘那边 池塘 那不就是 我去拿给千千 你手在奶奶这里 千万不要走 啊好 放心 放心 这手链拿给于千千 她一定会狡辩的 谁好呢 这监控谁俩都不许删啊 是 这个小姐 什么监控 什么监控 医院的 原来于千千一直这么狠心 难怪连奶奶也不放过 陆总怀疑小姐有问题 没想到 她真的认识两个混混 陆总和于千千关系不是很好的吗 怎么会 原本是的 但 她是不是喜欢上了郑晴晴 才挑剔于小姐的 你放心 陆总不会叫他两只的 她是先踹了一跳 再上另外一场 啊 好的 于千千能顶贴我和奶奶相认 那陆婷会不会也是 他们以前认识吗 是怎么在一起的呀 他俩 缘分的 小时候陆总差点被拐卖 是于小姐建议为救的 果然是这样 那陆婷是怎么确认 他就是小时候救她的人 陆总见过于小姐身上的特殊胎记 所以能认出来 原来他记得这么清楚啊 难怪于千千能这么快的跟他相成 是啊 就是因为这 陆总原本答应和他结婚的 怎么了 于小姐身份一变 人也跟着变了 陆总喜欢不起来了吧 不过 于千千 也是守护千金 不管他喜不喜欢 他都可以联姻 不 要不是今天这场意外 陆总已经跟他说分手 他舍得 有什么舍不得的 陆总本来就是被他人好去的 钱财都是十万物 我把这视频发给陆总 我估计他现在要去找他了 你去哪 我和你一起去见陆总 我估计他 快点 一会人醒了 我们都吃不了都只走 我们这都随叫随到了 才十分钟 废话 这鬼鬼管谁呀 不是 又是这些吗这些 问题是还是在这里远 这事还有还没完啦 要不是你们上回没搞定 这也这么麻烦吗 我不管 一会他出来了 你们就上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那行 这回先给钱啊 一口价二十万 那个没多要 事成之后 我自然会给你 这不行 下下就走 那你们再多帮我搞定一个人 可能我找别人 这不还是守抚慕老太 你跟他什么关系 这你们就管不着了 反正 我们是一根水上的蚂蚱 只要搞定其中一个 我们就有想尽的人 这二姐对不起 这小姐 我怎么这么多 您觉得路若骚扬呀 为什么这么晚 反正她马上 要给于小姐分手了 你们在说什么 余小姐 你怎么在这 我不在这 怎么知道你们 在背后挑拨离间 一条狗也敢妄议主人 我看陆婷真是管你管得少啊 叶琴琴 你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 我教训我为恢复的人 你在这儿瞎生什么气 难道这是你的病头 你 余小姐 刚才我说错话了 你也不应该侮辱中小姐 不相维护 真情流露啊 也是 只要能高攀上陆家 就算是陆家的一条狗也有价值 郑琴琴 你也不是没脑子 余小姐 请你尊重一下 要知道你传嘴吗 我不想和你吵架 要去道歉 陆婷是我的未婚夫 再敢在背后说我和陆婷的不是 就撕了你们的嘴 余小姐好威风 陆总 阿婷 阿婷 你怎么来了 说话就说话 你动手都叫他 是他们 在背后议论我们 我不过是说了两句 是他 造谣我们俩分手还向赵琴琴上位 陆总 我刚才是说错话了我没有别说了 陆婷 是赵琴琴他还敢想想你 要不照镜子看看真是丑女无敌 你也别说了 阿龙说的没错 我就是要和你分手 阿龙他说的没错 我就是要和你分手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信你干 我们还是好聚好散吧 我做什么了 我不过就是说了他们两句你就要和我分手 是 我是我知道 一定是个抽标的勾引你不要脸 余小姐让开 早就知道他不照我东西 你还回忽 我说阿龙怎么敢这么正大公民的起的 本来你们 早就勾搭在一起 你别胡说半道了 郑琴应该是无辜的 半道是你 三分五次的把他牵扯进来 你就这么讨厌他吗 我不 我恨他 你几臭婊子 如果不是他我们早就结婚了 你以为他是什么好的媳妇 他勾引你又勾引阿龙 这个人情可福的贱人 你们不嫌赏我都嫌赏 你相信 我能听着你说的话 自自续绝不堪入耳 你还有一天爬下威修的尿子吗 你说分手的时候 想过我是你 我没想过你是谁 我也不在乎你是谁 但是你 真的还让我失望 失望 你有什么资格失望 你陆时的水平能和瑜伽联谊 是我给你高攀的机会 看得在你眼里 我也是个陪赴富士的小人 我一开始就看错你了 你说的没错 我们分手 的确是你的正经纪 但是归根结底 错 还是在你 连我都被蒙在鼓里 耍人有意思吗 余小姐 这视频没声音 一定有误会 那我把他们叫过来 当面对峙啊 我可以解释的 你不用解释的 这备费我倒有的是 随便拿去 陆婷 我从来没有对你撒过黄 我就是太爱你了 才会做出这样的事 我只要看到他 就会想起他的乡下怎么欺负 我只是想保护自己 别说了 不 陆婷 我做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就算所有人不相信我 你也应该站在我这边 那你就算你平时 这就不是你 杨小姐 你说什么 看来小时候你对我的恩 你买凶的事情 我可以不管 但如果郑小姐只要报警 我一定会让医院 尽义务来提供证据 打开 看来你还知道自己的身份啊 拜托你以后 不要再用这种低三下四的手段了 慕老太太一生清整 想必他 也不想看到自己的孙女如此面 现在是揭穿他身份的最好机会 哈喽 我 陆婷你会后悔的 等等 你们就没有怀疑过 他瑜伽签进的身份吗 你还不是我 你去拿着手段了 我去拿着手段了 我去拿着手段了 你去拿着手段了 我還覺得奇怪 為什麼你在家裡奶奶就出事了 原來 你才是殺人凶手 陸婷你別被他騙了 害了奶奶我能得到什麼好處 現在這件事情的背後直接受益人 只能是瑜伽的唯一繼承人 陸婷 他就是嫉妒 我才會把我唯一的情人吞下水 鄭琪琴你好歹多 他騙了奶奶你別聽他的 是不是 只要承認我是瑜伽大小姐的都是被我騙的 鄭琪琴 你嫉妒我的樣子真可笑 行了 別哭了你這個太乖 放開我你這個小狗 等你和穆老太太的血緣報告出來 一切都能真相反白了 陸婷 你什麼意思 你這麼緊張做什麼 難不成 真的有鬼 誰說的 你被金同意 私自調查我和奶奶的信息 誰知道你們在背後搞什麼鬼 既然你不放心 那你拿出鑑定報告證明自己 你拿不出來 說明 根本就是冒充的 陸總 許愛鑑定客的電話 陸總 我們的系統里沒有找到余千千和慕英的資料 你確定 確實沒有 您是不是找錯醫院了 知道了 幸好我之前找人刪了 奶奶現在還在病床上生死為本 我們就連幾手的親 陸婷 你到底要被他騙到什麼時候 當初我們婚結的時候 我親自讓人給你抽得去 是你 要不要把資料給刪了 陸氏雖然在海市有異席之地 但首付的資料 也不是想存就能存的 奶奶讓人刪除 也是為了保護 那就請你自求多福吧 我再醒過來 我請他 再做一次監聽 不勞你費心 這是余家的私事 就憑你們還想騙我的血 不然他再也醒過了 怎麼 你好像對余家的事情 很傷心啊 因為我是 算了 你們姐妹恩怨一團亂碼 我不想干涉 才不是檢門恩怨 是余家恩的嗎 你不用再給我說他的壞話了 楊晴晴 妄議他人 只會降低自己的客調 請你牢記這一點 我什麼時候污衊過他呀 品德敗壞的騙子是他 你卻在這裡教育我 王媽 哎 你怎麼出來了 有人讓我來拿個東西 我看這也沒人呢 不好 奶奶有危險啊 怎麼了 沒事 嚇死我了 我還以為老太太出事了 如果沒人守著 真的可能會出事 你可千萬一定不能離開了 還好我們撐得走 不過 他們反應這麼快 我們根本沒有機會下手啊 你真心對手不下手 停蟲 那我們幹嘛把那個慵懶給引走啊 當然是等你們的相遇的 他跟這男的在一塊我們 咱們下手 他對莫和她的這麼傷心 真是不同尋常 難道余千千確實必有用心 你就盯著余千千 什麼事 你剛才想說余千千什麼 他是假的 董事會 好 我送你過來 能不能給我留個電話 稍等 我先過來 我媽 我和她沒什麼關係 鄭小姐 這有時候我倒覺得 反而你更像是我們一家 走丁的大小姐 為什麼這麼說 這千千小姐 可是我一手帶大的 所以說這女大十八遍 可現在那個千千小姐 跟小時候可不一樣 反倒是你 時常讓我覺得很親近 我媽 記住 這個千千小姐 經歷這麼多 心情大變也是正常的 江醫生 快 水腹感染還是很嚴重 上呼吸劑吧 好 醫生 你不是說醒了就好了嗎 這個藥效不打預期啊 那會不會有什麼危險 這真不好說 主要是病人年紀太大了 治療效果強打折扣 我們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你們 有時間多陪陪她 奶奶 都怪我沒能保護你 奶奶 你要積極配合治療 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我媽 你先去休息吧 今晚 我守著奶奶 好 那我明天再來和你倫巴 嗯 奶奶 我給你講故事好不好 你需要 她 月子 真的 那 elle 她 再等 停 的 實 taken 我 你 我 你 小时候 爸爸妈妈讲的睡前故事 都不如您说的有趣 所以他总爱找您讲故事 听着听着 他就睡着了 爸爸再来把我 把他 借回自己房间去 他的房间至今都没换过 他抽屉里面有他最喜欢的玩具 里面都是您送予他的生日礼物 他每年的生日礼物都很习惯 可是六岁那年 他就 奶奶 你 你身体不舒服吗 我去找医生 奶奶 你在看胎肌是不是 奶奶 你认得我 奶奶 你别激动 我去找医生 又是你们 既然是老相识 你废话少说吧 老太行 这现在不好下手 要不这样 把他的养器关马铃 也没知道是谁 你们不许先把奶奶 你别过来 要是再过来 我就会大喊医生 医生和护士们都会进来 你们谁也跑不掉 是谁想想自己怎么扶命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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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放過我 求求你們辦法拿我 你真是你親奶奶 不是我跟他沒有關係 你們幫我我就行了你幫我拿 求求你們要幫我拿 奶奶 小姐您回來了 老太太什麼時候出院了 你一個嚇人問多問西的 去給我倒杯水 好嘞 陸婷竟然為了正勤性那種賤人和我分手 真是腦子有問題 小姐您的水 那是什麼 那都是董事會送來的 等著老太太回來批的 拿來給我看看 我會親手把盛事集團交到千千手裡 保他一生榮華富貴 哎 也不算功夫你們了 只要把盛事集團拿到手 我就是還是說 看你們拿什麼好動 老太太 老太婆生日 喂 穆老太太病危 家屬趕緊來簽字 我們好安排後續治療 我不在醫院簽不了字 醫院沒有人能簽嗎 穆老太太只有你一個家屬 你不簽字我們怎麼治 那就不治 啊 啊 與其讓他受罪 不如放棄治療 讓他安心的走吧 啊 你們到底是什麼呢 別死 家屬 是 這是創情心 是不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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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文件拿去车上 我要去公司 是 正前就还没醒 现在就一把火烧了 对手脚干净 哎等下 晚点 跟我忙完手头的事 要亲自见他 这不就暴露了吗 他早就知道了 不然他亲眼见一下我的成功 喜好是你 听说老太也住院了 这次会议是由新年小姐代劳 有秀未干的小丫头 都敢召开董事会议 老太也太惯着他了吧 毕竟这盛世集团 还是瑜伽的心血 千千小姐早晚会继承的 那也不是现在啊 各位股东 从今日起 由我接替奶奶管理盛世集团 一号集团的各种事物 那跟我 医生老太太快撑不住了 怎么我先求是路总 喂 喂路总紧急情况 说老太太不为 但是余小姐不肯签字 说要放心治疗 什么 我们是听他的还是 瑜伽对我有恩 你死了他都得活着 治好了没治 好 瑜伽是这个疯子 瑜伽现在人在哪 他上了 他上了集团开门会的 他能开什么董事会 找他去 哎 各位股东要是没有意见的话 就把公章上交吧 以后 我就是盛世集团的实际掌权 日午大事 等老太住院回来 再寻消息更稳妥 奶奶身体抱恙 短期内无法处理工 再说 盛世集团是我爸妈为我整理 你们几个 不过是掌管了 现在还给我 难道还要奶奶吩咐 放肆 但是是工作整整四十年 功劳无数 你老太太见了我 要进三分 你个黄包鸭子 刚到瑜伽 就想夺权操费 是啊 说白了 你算什么东西 现金老太太 尚未宣布退位 我们只听她的话 别激动 我也是心疼 但操劳 她都生病了还要心烦 我这个孙女 实在是过于不过去 你是有心了 但真是重导 老太太不放话 我们自然反省你封口 奶奶早就考虑到了大家的顾虑 所以 写了亲笔遗址 这确实是老太太的笔记 我还是那句话 不是老太太金狗和我说的 我一律不信 可老太太年事一高 又在住院 不可能和我们开会 差不多得了 老太太守信在此 倩倩小姐 又是瑜伽唯一的血脉 我看就这样算了吧 为难未来的掌权人 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 亲爱小姐 盛世集团事务 由你做足没有问题 是啊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这是您要的公章 李先生 你休想继承盛世集团 陆婷 这是盛世集团的会议 你来做什么 我对盛世集团没兴趣 是你呢 被这个毒妇给骗了 集团交到他手里 才是招不保息 陆婷 我们已经和平分手了 我不知道你阻碍我继承集团 是什么意思 小公 我到什么时候 别忘了老太太还在我的医院 你什么意思 听清楚了 他就是杀害老太太的凶手 他就是杀害老太太的凶手 陆婷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马 把他给我赶出去 你是今次干什么 你要放弃治疗 让老太太等死 凶手 在你等我 一个连血缘报告都拿了出来的 还握扫机成盛世集团 我看你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冒牌货 说 你到底是谁 抄去呢 抄什么抄 重要的是老三太心态怎么样了 是啊陆总 医生怎么说 老太太现在还在手术 有什么结果自会同学 现在着急也没有 倒是你们 如果让这个骗子大了技巧人 老太太就算醒了 我会被你们胡胡气息 我就说 借不到老太太文尊一切都不可信 看你们惹的麻烦 如果他是假的 那这手信又是这么回事啊 陆总刚不是说了 他根本没有血缘报告 就算手印是真的 那也不是给他的 你们说干什么呀 你跟外人随便来说几句你们就当真了 那天盛世集团倒闭的全都是你们害的 陆氏集团和盛世集团是竞争关系 奶奶现在卧病在场 正是陆氏出手的好机会 陆婷这才是你的真实目的 你还真是半点心思都没有用到正道上呀 一旦我找到证据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大家听到了吗 他没有证据 他不过是空口白牙说自己是英雄 况且奶奶在医院里到底是因为什么此呢 又有谁吃洞呢 我看看那女的行了吗 哎呐 哎呐 哥 你吓死什么汗干嘛呀 搞的 想得一点乐子都干 又是 是 我 我 大家 救命啊 我 行啊 行了 我就一句话 老太太过亲自宣布其人 我谁也不会信他 哎 他又打过来了 还想接 正好无聊 咱们玩个游戏怎么 十秒钟没挂 我就让你接 十 九 八 七 这是阿黎带着好了 除了老太太阿黎最可惜 我来晚了 三 二 一 我先告诉我没老太太情况怎么样 放心 我刚从医院来 老太太已经 已经转入普通病房 他醒了 急什么 他老太太醒过来 拆穿你的身份 不是你奶奶 你自然会更醒 他还没醒 这丫头说这是老太太的亲笔信 陆总又说她是骗子 你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各位股东 这的确是老太太亲自写的 不过敢问小姐 老太太还在休养中 为何要提前公告遗嘱 这是遗嘱 遗嘱 自然是他认定老太太不会在心里 除了凶手 你有谁能断定老太太的生死吗 你敢不才分灭 这是老太太给我 要问 你就去问他呀 不用问了 老太太是不会让一个骗子拿遗嘱的 你根本不是老太太的亲孙女 你根本不是老太太的亲孙女 你胡说 拿什么伪装来再找我 余金华 下次顶替别人之前 记住 把证件伪造齐全 这是从你亲生父母那里拿到的真实身份证 这才是伪证 这个才是真的 我就知道你不会承认的 不如大家看这份吧 老太太没有血缘关系 还能怪他呀还是老太 原来老太太知道了真相 是外人 大乖什么呀 大乖什么呀 啊 老太太 这是厉害 还能不能你上演 你们全都欺负我 我都想要你们好看的 啊 对 人还在我手上 我还要看谁 郑琴棋 给我杀了郑琴检和他同归于监 杀了郑琴检 啊 啊 自然就寻找说话 啊 去去去去去那是吧 说 休想我告诉你 好了 去查那边啊 啊 啊 把嘴松开 我看看他还有啥遗言呢 哥 你不怕他叫啊 前不招村后不招店的 让随便叫 那倒也是啊 是余芊芊这是你的 他想我死对不对 没错 你看那汽油桶 就是他给你 你们为什么要对他引廷寄从 他就是个骗子 他赴我们的钱呢 哥俩就是人钱 他出多少钱 我可以给收费 你有钱吗 我在莫老太太身边 我怎么可能加钱 你怎么办 我们这把守抚都给害死了 反了不是跟我们自己抓的吗 我 是 你先进不过跟你们见他 他是个骗子 教教你 吼燕 重開吧 你下輩子別忘了頭髮好開 放開我 放開我 媽媽 奶奶 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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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不喜歡啊 喜歡 媽媽我愛你 那我們永遠都在一起好不好 好 我 停下停下 停下 停下停下 停下 停下 老太太您醒了 太好了这回是真的安全了 求求求求 快 救清清 您要见晴晴小姐 我去叫她 救清清 阿黎 老太太醒了 老太太 老太太说要见晴晴小姐 她人在哪我把她叫过来 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是手给我听 我听得住 余小姐 绑架了晴晴小姐 陆总去救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 都在火场受了 都在抢救了 最好的医生和护士都在 有消息 我再告诉你 那您好好休息 我 我们 我们 去找那个骗子 奶奶 我好想你啊 你是来救我的对不对 他们陷害我 我真的太想你了 我真的太想你了 你是来把我捞出去的 对不对 事到如今还在搬弄是非 真是无药可救 是他 他和郑晴晴 勾搭在一起 想谋断我们的家产 奶奶 你千万不能让他们得逞了 那是爸爸妈妈留给我的 你呀 电脑黑白 不知悔改 你真的 我是傻子吗 奶奶 我才是你的孙女 你不能这么狠心 我的孙女 只有郑晴晴一个 如果你愿意 低头认错 我们还有商量的余地 否则 郑晴晴死了 别怪我手下无情 郑晴晴死了 他死了 让我为您进笑 你咋会说些什么 他疯了 老太太 我们还是走吧 郑晴晴死了 你为什么不一块死 你们 你们 你们应该一块死死 郑晴晴死了 郑晴晴死了 郑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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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 你跟郑晴生好姐妹 现在 你居然为了一地私利 你才把他置于死地 你 你什么的带动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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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晋晋死了 他死了 你们都去死 你家都是我的了 钱晋小姐没死 你的同伙也都被抓了 下半辈子 你就好好在监狱待着吧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张晋杀了他 他不可能没死 他已经死了 他已经死了 是我赢了 是我赢了 仲台 晋晋小姐还没醒 你可以爱心养伤 她现在只要一离开我的视线 我就担心于千千会害她 根本就放心不了 也是 晋晋小姐那么单纯 根本不是于小姐的对手 还叫于小姐 于千千 他不配叫千千 他本名叫于金花 晋晋小姐 对不起 我已经把他们引开了 你安全了 我早应该相信我自己的 更应该相信你 这样 就不用受那么多苦了 你醒了 你干什么 小姐 我怎么在这 是你救了我 奶奶 小心 请小姐在 总裁我们能进了吗 对不起 进来吧 进来吧 奶奶 好孩子 对不起 奶奶 好孩子 对不起 于千千千 他和那两个杀人犯都被警察带走了 你还要见他吗 我再也不想看见他了 奶奶 你知道吗 于千千 找的那两个小混混 就是当初绑架我和洛婷的人贩子 什么 什么 阿黎 哎 马上把这个泄宿报告给警方 我要让他们辛仇旧恨一起算 是 这个郁金华 虽说是歪打正着 也朝食可恨至极 我真想把他千刀万挂 我 清江 你是什么时候清醒的 你怎么也叫他千千 他改成了你的名字 你应该知晓才是啊 他当初可能是为了和洛婷相识才改的名字 可惜我那个时候什么都想不起来 我以为他只是想换个名字 如今恐怕你也不愿与他同名了 奶奶 我的名字是我的养父母给我取的 他们一直都对我很好 也是他们鼓励我来找家人的 我能不能把名字给留住 只改姓鱼 好吗 好 你是个追人图报的好孩子 奶奶支持你 谢谢奶奶 陆总这是 我来接您回家 我看你这是罪文之意不在酒吧 我们去车上 我们去车上 那我来 你的伤好点了吗 好了 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了 那就好 谢谢你救我 酒吧 先给你 你现在是罪文就是了 你现在是罪文之事 你怎么是罪文之事 你我快说 就在罪文之事 我去스를揍发 我不想嫁给你 我什么时候说要娶你了 你为了报恩才想和于谦谦结婚的 我不用这么报恩 虽然你小的时候救过我 可我前几天也救过你 总不能 让我以身相许的 那你想说什么 加个微信 为什么 你刚才不是说要做好朋友吗 好朋友加个微信了 这商场如战场 以后商场相见 你可要对陆家手下留情啊 可不能欺负你的好朋友 商场 什么商场 我不爱逛商场 去吧 让奶奶就得 你就这么拉拉走了 他可是盛世集团继承人 商场如战场 以后再见可就不这样了 商场 什么商场 我不爱逛商场 陆总接下来我们去哪 去商场 给我好朋友来领悟去 啊